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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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秦朝 幻官 幻底 幻人都没有太监的意思 至于当时的太监 是被称为幻音 所以 从这一方面来说 赵高并不是太监 只是皇帝的近视而已 但是 另一种说法是 赵高出生卑贱 受人欺凌 而他的身份 使得他不能入朝为官 但是赵高想要报仇 所以 宁愿被处以公刑入宫为太监 当然 这一说法也没有被证实 赵高的故事赵高 可谓是众所周知 他最为别人逼的 是他的指落围马 不过赵高最后的下场也没有多好 在他逼死胡汉 登基不成转而扶持紫英之后 为紫英斩杀于殿中 可谓是就由自取 赵高指路为马秦始皇 死于第五次出巡折返的途中 一个叫沙丘的地方 赵高扶持昏庸的胡汉登基后 掌管朝中大权 只是他目无法计 汤多胡汉乱行喝症 搞得民不聊生 所以 朝堂上自然有看不过眼的人 于是 为了试探朝堂上哪些官员不站在他这一边 也试探行二事对他的信任程度 他搞出了指路为马的事 有一天 赵高牵着一头路上筹 对胡汉说是新得了一匹豪马 想要尽献给陛下赏完 胡汉虽昏庸 也不至于路马不分 便疑惑地问明明是一头路 可以说是吗 赵高笑语 明明是一头千里马 陛下怎么以为是路 胡汉再次质疑 既是马 为何头上长脚 赵高这次没有直接回答 而只看向满朝文武 陛下既然不信微臣 何不问问众位朝臣 在赵高的威胁下 一部分唯唯诺诺不敢言语 一部分人或许本就和赵高有所牵连 或者迫于淫威 直说 这明明是千里两句 当然更有一部分人 看不惯赵高牧无法计 说出了实话 不过 这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罢了 胡汉见大部分人都说是吗 也不再纠缠于这个问题 而退朝之后 赵高无所不用其极 将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朝臣打压致死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赵高是秦朝的宰相 是秦时的著名宦官 赵高篡位与秦朝灭亡联系紧密 他的篡位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赵高从一名宦官起家 是当时秦朝第二位皇帝的丞相 皇帝非常宠信他 在其一生中最著名的事件 为沙丘政变和望夷公政变 也正因如此很多历史学家 将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总结后共同 指定赵高是王国祸首 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的紧密联系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赵高一生颇受重用 掌握大权 所以他篡位的想法 并不仅只是想想 故而发动了沙丘政变和望夷公政变 导致公内一片混乱 而此时正值陈胜吾广起义后 刘邦将与两大领袖 纷纷以迅猛之势攻破秦朝城池 所以秦朝灭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它在其中只是一个推动作用 其次赵高密毛篡位过程中 利用皇帝胡亥登位后 天天沉迷于美色美酒之中 产出了众多朝廷忠良之势 并杀害了皇帝身边亲信 除掉盟氏兄弟 后期继而将矛头指向秦朝王室 赵高曾在咸阳一次就杀掉皇室家族十二人 并在不久之后 陷害朝中大臣李斯 掌管了朝中大权 朝野之中一片混乱 以上就是赵高在篡位过程中 加速了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赵高篡权加速秦朝灭亡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的关系 在秦朝灭亡后 赵高最后也未能善终 最终被秦王子英挥剑赐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